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《兵分娱乐》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《兵分娱乐》现在开手! 近日,肖战的各项数据喜怒连连,这一波又有新消息出炉了,肖战携手两个品牌代言,溶洞到寻艺人品牌新指数周榜,肖战所代言的真果力登周榜的第二,同时代言统一开小灶,也入榜到汇聂第五,榜前的前五,斩获了两席,恭喜肖战,继续加油,期待更多的惊喜。 肖战出道的初期经历过非常多的波折,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被大家挖掘,很多小故事都不为人知,下面这张图片发于19年的5月份,在发完这个图片之后,几天肖战起诉了公司哇唧唧哇,当时的这次事件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的,不过很多原委已经可以考证了,在这里就不对事件过多的评价了, 但是公司的运言真的很一言难尽,众所周知,肖战一直都非常抵触一些活动荒压榨粉丝的,为了买更多明星周边产品,阿欣甚至还向同学借钱,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,以我的名义去做一些公益。 在前不久的亲自联系杂志方为粉丝退费的事件,也是让很多人心生佩服的,他真的把外容内纲演绎到了极致,当然啦,对于一些商人来说,他这种性格注定不会被名利昌所容的,在受到了公司血肠之后,肖战就自己去跑生物,跑代言,自己去找剧组,而让大部分人认识肖战的陈景令。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谈下来的,每一次他谈好了一个代言,公司就发来一纸说,不能够做数,给废掉了,他只能够手写证明邮寄给每一个剧组方。不出意外,公司没有再对肖战的行程上过心,就连他在18年5月参与快乐大本营的那次录制,在那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才知道的,作为卫视翘楚的快乐大本营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X9少年团的肖战,然后是我们组合里面的发电机。 在18年的时候,正式当红的,艺人想要登上节目,绝对是不轻松的。肖战参与录制,竟然都没有被宣传,可见公司当时的冷暴力了。 而也正如肖战所说的,温柔只是他的待人之道而已,不要因为他的善良而觉得他软弱,他就像是绽放的玫瑰,有着富裕的芬芳。 但是却不要忘记,肖战绝不会因为这些收敛起自己的刺儿。虽然没有人知道他那天是怎么下的决心,但是在起诉消息传出来之后,所有人都十分的兴奋,我们知道一条属于他的全新道路,逢此就开始了。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巧呢,5月27号离岸,6月27号陈请令开播,还有这一次的1月27号,2月27号,4月27号,肖战和27这个数字啊,似乎真的是有不解之缘。 而他跟公司这一次最后以他官司撤诉为结束了,那一天他发了一条绿洲,工作室成立官司撤诉,他们各退一步。肖战实现梦想的这条路啊,走的很艰难,却又是孤勇的。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,问难吗?怎么可能不难?问迷茫吗?换了谁都会迷茫?身上这么多的担子,前路似乎也没有直路牌,但是因为是他,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爱他喜欢他的粉丝,无条件的相信并且追随他。 就像这次一样,我相信他一定会有破续出发,因为他不是任人宰割的人,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重大,而他却也走的越来越坚定了。 所以小飞侠们继续跟着他一起,头也不回的走下去吧。不要回头,永远。 向前走,向前看,别回头。其实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的转况,有好有坏,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,我们唯一可以决定的一点就是保持内心的不动摇。 只要你能够坚守住本心,始终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该怎么做,那就不会迷失自己了。到最后终将会收获一个理想的结果,肖战小飞侠们。 我们就这样一起闪耀下去吧,加油!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!